印尼明年将举行正副总统大选,因诈尘非法捕鱼外国渔船而声名大造的海洋寄于叶富长苏西,表态准备好成为左科威的副手。 中央社记者周永杰雅加达社107年4月30日中央社记者周永杰雅加达30日, 专变印尼明年将举行正副总统大选,竞选连任的印尼总统左科威副手人选受关注。 印尼取缔并诈尘非法捕鱼的外国渔船而声名大造的海洋寄于叶富长苏西,表态准备好成为左科威的副手。 印尼总统大选将于明年4月17日举行,并首度与国会议员选举合资于同一天举行。 印尼执政党民主奋斗党日前宣布再度推举总统左科威,代表民主奋斗党身加2019年总统大选。 另一方面,大印尼行动党盖里德拉日前推举党主席普拉伯沃。 普拉伯沃萨比安托参加2019年总统大选。 普拉伯沃在2014年总统大选中败给现任总统左科威,但也获得46.85%的选票,基层实力雄厚。 外界关注搭档左科威的副手人选。 左科威目前尚未公布副手人选,许多分析指出,基于选战策略考量,前总统尤多约莫的长子阿古斯·阿格斯·哈莫蒂尤德霍诺或民族复兴党PKB主席穆海明马明斯卡达尔很可能会是左科威的副手人选。 不过,左科威近日在公开场合开玩笑提到苏西·苏谢普德吉斯特帝日前好似已副总统治资队交通部长及公共工程部长下令和川书俊一事,让外界关注苏西可能成为左科威的副手人选。 印尼新闻网站点滴网德蒂克昨天报道,对于是否有意搭档左科威? 绝逐副总统大卫,苏西表示,我准备好了,如果他左科威亲别我。 不过,苏西也强调,他目前专注在不长意志上,任何关于他绝逐副总统的可能性的问题应该去问左科威。 民主奋斗党也证实苏西是民主奋斗党认真考虑搭档左科威角逐大选的副手人选之一。 今年53岁的印尼海洋季渔业不长苏西上任以来,严厉取缔非法捕鱼的外国渔船,并因而榨成上百。 走外国渔船,包括中国渔船,为了维护主权完整和保护印尼渔民的生计,他不惜和各国杠上。 苏西的强悍作为赢得印尼媒体和民众喝彩,并名列英国广播公司BBC。 2017年选出的全球百大杰出女性BBC一百卧门。 有别于其他印尼部长的温和形象,苏西独特的经历合作封建建成为印尼女性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受到支持者喜爱。 像是她身上的刺青图案,以及她在内阁开会空荡时躲在总统行宫外抽烟等,苏西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媒体报道焦点。 编辑,陈俊硕1070430